我們現在在這個土城 土城 新北市的土城 最近跟這個Skoda真的是太有緣分了 不只連續試了好幾台Skoda的車 但是今天這台不是Super Super已經試了兩台了 我們今天來試這台頻道有史以來的第一台 就是Octavia 有什麼車子讓你覺得說 它可以兼顧這個空間還有熱血 然後還有務實性還有安全性呢 其實應該很多 但是今天這車主要跟我們分享 它這台Octavia的一個買車的故事 這台是空比版本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車頭 承襲著Skoda的這種水晶切割的一個設計 你看這個車頭燈很多的這種零零角角 然後它這個多了一個這個 應該小燈吧還是遠燈 多這一個 然後這一次Skoda的整個新的家族的特色 直撲式的這個水箱護罩 下面還有一個霧燈的配置 然後前面有四顆雷達 我們看一下前方的設計 非常優雅非常典雅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非常好看的18吋的輪框 哇這個設計太好看了 側邊呢有兩條線條 一條是在手把的上面 一條是在最下方 整個上面還有一個行李架 哇 後面有一個小壓尾 後面是比較保守一點的設計 因為它這一台是四輪傳動版本 後面有四顆雷達 這邊還寫一個4x4四輪傳動 維根車系的人呢 就是很重視它的行李箱的機能 我們實際來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間怎麼樣 電動尾門 哇 這是一台中型房車而已耶 它的行李箱空間居然這麼大 都 嗚 非常的 非常的好 這要放什麼都放得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後座空間好不好 因為行李箱空間大 後座空間不知道會不會變小 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它的這個 這個是硬直的 然後這個是皮革包覆 硬的 這邊都是硬的 這邊有一個漂亮的鋼琴示板 實際坐進來看一下 喔 不錯喔 兩個拳頭 兩個拳頭 然後頭部空間一個拳頭 不錯 然後這裡 這個 以前如果你放了這個安全座椅以後 這邊是坐不了人的 但是現在你看這一台 我寬度來看一下 非常的好 這個幾乎已經接近中大型房車 大型房車的這個水準 居然到這邊 後方還有一個冷氣出風口 下面有兩個USB 我們看一下前座的配置 看一下前座喔 走走走 看 看 門關好 哇 這車頭 太美了 不錯耶 來 支援Keyless 所以我帶鑰匙就可以開門了 這邊就改成軟直了 然後這邊是有一個這個飾板 皮革包覆 然後這邊 非常好 六項的手動調整 我們進來看一下 哇 它這個跟Super幾乎長一模一樣 Super這邊有多一塊 然後這邊有這種 亮 就是光條這樣子 基本上是一樣 然後我們啟動 哇 連這個也長了一模一樣啊 哈哈 看一下它這個方向盤 它這個RS 這一台是RS的嗎 真皮包覆的賽車方向盤 然後這個很漂亮喔 這個很漂亮喔 這個 根本就是Super的樣式 你看 然後這裡有一個DSG 沒有電子手煞車 然後 這個全部是軟的喔 這個是軟的 這個是硬的 這邊全部是軟直塑膠 哇 真的不錯耶 嗯 來看一下它這個方向盤 哇 實際開出去開一開看 我們Let's go 讓辣椒碎 就灑進去就好了 把辣椒碎把它灑進去 對 好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囉 Let's go 哇太開心 我們現在呢 又跑到這個土城 在土城看守所附近 哈哈 好像快下雨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很高很高興喔 來試了這一台 這是 Octavia 那這一台車呢 因為它是跟Golf的一樣 幾乎是雙身車啊 底盤也一樣 然後動力啊 這個變速箱 幾乎都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開起來 我們之前開了幾台 這個Golf的車子 再來開這個 我覺得完全沒有違和感 哈哈 非常像的一個調性 然後開起來非常爽快以外呢 我覺得它最大的賣點 應該是空間 在空間的表現上非常好 不管是行李箱空間 還是後座空間 都非常的適合一般的 一個家庭的使用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那我們在這樣子試的 這個過程中呢 就是覺得開起來的感覺 非常的像我之前那一台 Roswegan的PASA 哈哈 所以我 像現在我開的那個PASA 我開的車子不是Roswegan的 其實還蠻懷念這種 開起來操駕的感覺 不過沒關係 車子就是交通工具 只要適合你使用的車子 它就是好車子 不過我這樣子試的這一小段時間 而且沒辦法突顯這台車 整個特質跟特性 我們實際請車主來分享 它的實際的使用經驗 太開心了 我們今天在土城 土城 土城看守所是在前面 對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 我們的這個車主 Octavia Skoda Octavia的車主 這個Mega 來跟我們分享 它的這一台Skoda 這個車子的買車過程 聽說你自己也在經營頻道 對沒錯 我在經營一個街舞的頻道 街舞 對 因為我本身是街舞老師 真的喔 對教表演藝術科 所以你自己也有開舞蹈教室嗎 沒有我現在在表演藝術科當教師 然後下班之後又在教課 所以你在學校教書 對 然後也有在教課 對對對 然後自己現在搞一個頻道 是的 你頻道是什麼 記得分享一下 我等一下把它放到這個連結 說明欄這邊 大家有興趣去幫它 按個讚 然後支持一下 那我們現在聊這一台車好了 好啊 這車子的部分是什麼時候買的 去年的四月底 去年四月底 所以到現在大概一年左右 一年一個月 對 那這樣子開到現在 大概開了多少 現在開了一萬 總理層是一萬六 一萬六 一萬六千八百八十三 快要一萬七了 對 但因為我是跟原廠買它的展示車 CPU 對 那原廠它給我的時候是 大概跑了兩千 所以實際上大概跑一萬四 一萬四 快一萬五了 跑了快一萬五千公里 那在買這之前 你開什麼車 前車是什麼 很久很久以前的喜美五代 什麼意思 很久以前 所以你中間一段時間沒有車 對 中間一段時間就是 那你當時為什麼又要買車呢 去年這時候 很簡單 因為我老婆懷孕了 鬧出人命 所以在家庭成員增加的情況下 你需要一台車 那當時有什麼樣子的口袋名單 其實當時我的口袋名單 有第一個是Mondel 大車 對 然後再次Audi的A6 不是跟中國部門買的 因為那個預算關係 然後同時也是開了那個 Supre的Sport Line 哦 Supre也有去看 那這三台看起來都是不錯的車子 都不錯 那試起來感覺都還不錯 都不錯 那怎麼會跑出這個Atavia呢 因為試試難料 試試難料 什麼叫試試難料 試行是這樣 因為我本來是鎖定Stain 因為我覺得Stain看起來比較流線 比較流線 那因為那時候在試車嘛 剛好因為都在中和那一代 然後剛好我就經過Skoda的中古部門 我想說既然我經過了 那你不然就進去看看好了 然後就看到現在這台車 因為賣車新車跟中古車 基本上都會在附近 對 蠻近的 所以你就不小心瞄到一下 對 就像你當時不小心瞄到你老婆 就想說順便約一下 對 結果就約到了 所以你就走進去 就看到這一台 對 然後因為主要是它 因為它後面寫的4x4 四輪傳動 你就看到四輪傳動的字 這個字樣 你就這樣 因為我開車蠻注重操控的 它市區有它絕對的優勢 然後我想說也好 那就跟業務大哥約一下 試駕這樣子 沒想到一架 一試乘組 對 所以最後就 之前剛剛講那個什麼 Mondel Audi 跟那個 Sportline Sportline 直接就get out 然後就選擇了這一台 對 剛剛聽到Mega 它不只平常在上課 它是一個學校的老師以外 它又下班兼差 又能夠開一個舞蹈的那個課程 教人家怎麼跳舞 最重要是它自己又弄了一個頻道 興趣的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剛聽到它買這個車子的過程 非常覺得欣慰 因為什麼 你買到你喜歡的車 這才是重點 車子沒有什麼好跟不好的 反正就是買到你最適合的車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車子既然已經買到了 你這一年多也開了一萬五千公里左右 那一定有一些各種的知味 只有你自己知道 車主知道 有沒有什麼優點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優點就是操控性 操控性 怎麼樣操控 基本上這台車它的配置 引擎1A888 然後DSG 然後最重要它有一個四傳的底盤 那我覺得四傳就真的差蠻多的 怎麼樣差 差蠻多是變得比較重 還是說變得比較 簡單來講 比如說高速公路 比如說要下交流道 那種大彎 那我們進彎的時候 你重心稍微 進彎前重心擺好 進彎之後 我們隨便踩都不會推頭 隨便踩 等一下 怎麼叫重心擺好 這也太難理解 也就是說以前我如果開一般的車子 我要過要上交流道那種大彎 可能開60 你就覺得快甩出去 這台你不管踩到哪裡 都是順順的上去 就照我要的路線出去 所以它指向性非常好 這個倒是真的 因為歐洲車 這就是它的強項 再加上它這台是四輪傳動 非常的貼地性 循跡性也非常好 軌道車 好 這個操控沒問題 還有什麼優點 第二個優點是空間 空間 沒錯 我們剛剛帶大家實際去做了 後面的這個位置 因為它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這個空比的 維根的車型一定有一個安全座椅 那我們一般做到 有安全座椅的車子 只要它駕了安全座椅 後面就只能坐一個人 但是這台車 我應該覺得以我們的體型 來坐兩個人都還沒問題 嘿嘿 所以它這個空間表現真的是還不錯 老婆有沒有滿意比較重要 老婆滿滿意 滿意 老婆滿意就好 你的意見不重要 老婆滿意就夠 對 空間不錯 然後行李箱空間也非常好 還有嗎 最重要就是安全性也不錯 安全性也不錯 怎麼樣安全性不錯 基本上 讓你最驚豔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酒氣囊 酒氣囊啊 對 這個房車可以坐到酒氣囊 酒氣囊 很少很少見 所以這個部分你覺得非常重要 還有嗎 那它在歐洲的那個 NCAP也是碰撞 五顆星 五顆星 五顆星碰撞 所以讓你覺得比較安心 對 還慢一點 這不小心弄到也是好不好 還有其他優點嗎 那基本上一些安全 它除了沒有半自動輔助駕駛 就是那些ADAS 其他概要都有 比如說車頭燈自動轉向 然後旋機 二次碰撞 等等的 全部都有 所以其實配備還滿充足的 還滿不錯 那優點差不多就這些 剛剛聽了這個優點 實在是九顆安全氣囊 人家是九頭身 你是九顆 九顆囊 OK 那這個車子優點既然這麼多 可是人做的東西總是有它的 對不對 我們來聊聊缺點 這車子有沒有什麼缺點 有啊 第一個就是耗油 比較嚴重一點 耗油 你說油耗不好 這車子會 我們聽到的那些 Super都表示油耗還不錯 你這一台車 油耗會不好嗎 比它小 這油耗差不多平均多少 四驅的話 有時候塞車六七 六七 平均可以七到八這樣四驅 那如果是高速或平均下來 高速勉強10 純高速才10 對 好像真的有一點點 不過這是你的實際使用狀況 但是我說真的 每個人的黃金右腳不一樣 你自己的腳跟我自己的腳是不一樣的 所以每個人在踩的那個深度不一樣 所以這個很難說 它真實的油耗適不適合 有些原廠宣稱一公升可以跑十公里 結果它踩一踩可以到十五 為什麼你怎麼弄的 它的腳冷氣都不開 然後都一直走下坡的路 這怎麼會評斷 所以反正Mega你實際的使用的經驗是這樣 大家自己參考真主一下 還有嗎 第二個就是Turbo Lag 會比較嚴重 Turbo Lag比較嚴重 原廠的狀態 我是覺得好像還 所以原廠狀態 你這有改過就對 這個還沒 這個還沒 所以這個是可以解決的嗎 可以 因為我們車友會去改一個叫蒸流管的東西 它會改善這個狀況 我們沒有鼓勵大家去改 但是你可以自己上網 加入他們社群裡面去討論 那就是反正這個Turbo Lag 你的意思是說它可以改善對不對 有個方法改善 有方法改善 那就還好啦 還有嗎 這台車其實一開始的時候隔音蠻不好的 難怪 我覺得你這隔音明明很好 你怎麼一直講隔音不好 所以一開始就代表說 你有去做過什麼事 有 我做全車隔音 你做全車隔音 全車自鎮隔音 這個要花不少錢喔 對 真的很那麼吵嗎 你說下雨天會怎麼樣 因為我這車沒天窗 所以第一個下雨天 原廠狀態下下雨天就滴滴答答 屋頂滴答答 那真的是沒辦法 我沒辦法接受 因為動力啦 什麼內裝質感 我都我覺得無所謂 但是隔音我很重視 但是你這個改完 真的整個感覺非常好耶 真的隔音有改善就好 還有嗎 缺點的部分 缺點 原廠的避震器 原本的避震器非常軟 軟到就是跟船一樣 家庭車不是嗎 可是這個我覺得就很奇怪 很奇怪的定位 因為大家想一下 你看我們這個1.8這台車 11888引擎 DSG4傳 這個懂車人一聽就知道 這根本就是一個很性能的一個配置 對他卻把我們的車弄得很像家庭房車 我是覺得原廠這樣設定蠻詭異的 你覺得牛頭不對馬嘴對不對 對 好吧 包含這個椅子的包覆性也很奇怪 對 反而他有一個更高階的更高規的RS版 他就給非常好的賽車椅 給很好的賽車椅 然後但是他沒有四輪傳動 對 真的是奇怪 蠻奇怪的配置 所以這個就是原廠的策略 我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麼 反正就是這樣 缺點差不多就這些 還有一個 因為他牌價到一百二十幾萬 一百二十幾萬 那這台車的話 剛大家有看到他的外觀 是不錯 但是好像 還缺少了些什麼 感覺沒有到百萬的那個level 我覺得他在外觀上面是不是可以 建議原廠可以再好一點 務實導向 對 你說像馬自達那個弄的那麼有質感 結果大家說空有外表 結果踩下去不會跑 有些人 有些人他重視的點不一樣 就剛好你喜歡的是什麼 操控 剛剛一開始講 還有他的空間 對 這是務實導向 所以其實你說要改改 那個外觀改下去了 跟奧迪的很像 結果要多三十萬 我看還是錢算了 比較實在 OK 那差不多缺點是這些 差不多 剛剛聽了這個車主 MEGA 他的整個用車的買車過程 優點缺點的分享 我們最後還是要來一個 真心話不冒險 什麼是真心話不冒險 就是MEGA你講真心話 讓線上或者身邊親朋好友 對這台車有興趣的人 不會後悔買坐車 所以你一定要講真心話 假設再回到一年多錢 一樣的預算一樣的考量 一樣的使用情境 你依舊會選擇這台 這個Skoda的Octavia嗎 坦白說70% 這是什麼 什麼邏輯 什麼意思 應該這樣講 假如今天要推薦輕油的話 我肯定會推薦 因為我覺得這車是 整體來說是不錯的 所以你自己會推薦 但是你自己不會買 你這別人的小孩死不掉 怎麼會這樣子 每個人需求不同 因為像我也蠻注重行路質感 這件事情 然後比如說包含 像我們剛剛講到的隔音 那講到隔音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Mondeo的競爭力也蠻大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這台車 你現在開到目前為止 有一些些小小的 一些不足的地方 你覺得這些地方 在Mondeo上面 你看到好像非常 確實的Mondeo 我們試開過 它那個隔音真的做得太好了 我開了這麼多 甚至兩百萬三百萬的車 隔音可能都沒有它那一台好 那是我真實的感受 所以你覺得假設 把這些後續 你遇到剛遇到這些問題 加進去的話 你有可能改成Mondeo 而且Mondeo CP值又更高 但是DSG用過就回不去了 所以 可是Mondeo不是也Power Shift嗎 沒有Mondeo 就一般的六速自排 它要換檔 比較 SS的 他們換檔 那這是要熱血 到底是要熱血 還是要整個行路質感 你都生小孩 你到底要熱血什麼 老婆小孩不在說 可以自己 所以這台能文能武 你覺得OK 好 那我們就是剛剛Mega已經分享 它自己的真實的感覺 然後我們最後來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這台車持有一年多 大家說VAG的毛病多 VAG就奧迪 Volkswagen 跟這個Skoda 毛病多 毛病多到底是怎樣多 你到底有沒有遇過什麼問題 或出過寶 這台車 其實我出寶只出一次而言 而且是通病 就是那個水龜 水龜做漏水 你開了一萬五千公里左右 只有那個東西 那個好像上次那個Skoda的 Super的那個車主 他也有一樣的問題 所以那個是通病 那換了以後呢 換了就好了 換了就好了 你怎麼知道你那個東西壞掉 回去保養的時候 他跟你說的 沒有 就打開引擎蓋的時候看到 那個 在滴水 有水 然後回去檢查 就是水歸漏水 水歸漏水 那處理完就好了 真的啊 那好像是小事啊 就處理好就好了 那保養的部分呢 你會擔心很貴嗎 或者是毛病很多嗎 你當時在買你不會怕嗎 其實一開始有做功課啦 所以基本上 你覺得還好 我們都有先 你這樣會壞的地方在哪裡 大概都知道 OK 好吧 那車子這個東西喔 其實我們每次都在講 假如你很擔心 洛力巴說的事情一堆 那你就不要買 真的 那如果說你既然已經買了 那你就好好的愛惜它 或者是你要了解它 認識它 它到底會有什麼脾氣 這個是我們一直想跟大家傳遞的 所以今天很開心 我們Mega來跟我們分享 他這一台愛車 我們終於有第一台Octavia 這是我們引到裡面 第一台Octavia 對 Super啦 然後Octavia 然後現在還缺什麼 Yatti Rapid 然後什麼Skala 這個新的 Konbi Fabia那個都沒有 希望大家可以 Skoda的車主 趕快跟我們分享 你們愛車使用經驗 讓更多人了解這個品牌 我們期待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注意有興趣的 請到Mega的頻道去點個讚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哇靠 你都看完了還不趕快訂閱 趕快訂閱吧 本節目是由張首安醫師團隊 小星星講製作 有任何減肥問題歡迎參考聯絡資訊